排行碼的歌十首六百八九首真的听不下去 它虽然火但是我一听这就是屎啊 什么东西恶心 你知道专业歌手有多嫌弃网红歌吗 好声音冠军歌手单一纯参加节目 被要求唱播放量高达19亿的晚安晚安 一脸嫌弃的直呼什么东西啊 今天还蛮崩溃的 就那个歌单上面有那种 真的就是奇形怪状的歌 这可能是著名音乐制作人张亚东 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 参加节目被要求听热歌 当听到这首播放量高达38亿黑桃A 那真是如做振斩如忙在背如梗在喉啊 听完后更是直言 我可能不在那38亿里面 就是我可能不在那38亿里面 第二首歌在三天内播放量破7亿 当听到黄铃演唱的歌曲播放高达7亿碳 则令张亚东发出 这我要怎么弄啊的感叹 一梦一梦一梦都一梦 随我的节奏要大 摇晃摇晃再摇晃 若映若现的微光 一样一样都一样 所有分享皆迷茫 这我要怎么弄啊 我已经你知道我已经就给我整不会了 你知道吗 周笔畅参加节目改编热歌爱存在 有人发出了质疑 为什么把最火的那一部分删掉 面对连番的质疑 周笔畅直言整首歌曲都不喜欢 就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大家印象最深的那一段 但是您删掉了 这首歌的结构可能太多了 对然后我把它稍微简化一下吧 简单地说就是他不喜欢那一段 我要一直说不喜欢 然后这节目能播吗 可以 都不喜欢 杨坤在听到网红歌曲惊雷后 直接怒怼歌曲 什么东西恶心 听了一下 真的是给了我一个惊雷啊 什么东西 恶心 太恶心 俗气 这没事吧 周杰伦演唱会被台下粉丝逼唱 雪猫叫 面对粉丝的诉求 周董也只能不耐烦地演唱 这简直就是对唱作歌手的 奇耻大辱啊 周杰伦演唱会上 就说让他唱什么 最后让他唱个什么 雪猫叫 这么样的奇耻大辱 今天的人们这个 审美都 音乐审美都到了什么程度 接下来 愛又漂亮漂亮漂亮 心臟又漂亮 心臟又漂亮 心臟又愛上 心臟又愛上 心臟又漂亮漂亮 好 結束了結束了 結束了 結束了